歡迎收看 有人說演藝圈花瓶多 究竟花瓶這名詞給女人帶了多少困擾 今晚四位美女該如何擺脫花瓶的罪名 花瓶沒啥不好 林祈薇 不是只會選完選完的小Call 最称職的花瓶代言人 韋汝 是花瓶也是工作狂的蘋果姐姐 我發誓我真的不是花瓶 歡迎收看國光芬芬芬芬 我是孟 董哥 我是曲仲恆 大家好 田助理 我是小慈 今天我們請到幾位真的美女 可是她們不是花瓶 她們有帶一些證據來說 她們不是花瓶 誰姓 來檢驗一下她們到底是不是花瓶 其實花瓶條件要很好耶 像我個子這麼小 大家都看不到 所以跟鼻子差不多 選我... 選我也很難耶 我要想很多的動作去選我耶 真的嗎 真的啊 今天來一次選我 一二三 選我... 還有... 還有... 一二三 選我 這個有一點 這個可以選一下 不好意思喔 我... 我有事 我先找 我會想找 曾經被人家講過很難聽 說你們是花瓶的 請舉手 她們怎麼講 剛開始進主播界的時候 然後就會有人上網罵說 又來了一個就是 只會念讀稿記的花瓶主播 我跟你講 你們這些網友 你來讀讀看 讀稿記你會讀 我跟你講 那不是花瓶可以做的事情 對不對 真的 而且踩的力道要控制得很好 要不然一踩就飛出去了 根本你念都沒有得念 自己踩 一踩出去 喂 新聞報來了 他是一直踩著 他會一直跑...這樣子 沒有 你自己要控制那個力道 譬如說你這樣踩 他就會跳一行... 所以剛開始我踩的力道不好 都會咻咻兩行就不見了 就抱下一則 對 或者是我踩 會踩很用力有沒有 就會鏡頭上看到這樣 對 就好像這個人不太平衡 這很難耶 怎麼會說花瓶呢 所以後來那個腳的力道 要練得很好 不是 那你踩這樣兩則不見了怎麼辦 這個新聞到此為止 我們看下一則 就請看下面的報導 那導播不會把你打死 就等下會唸一下說 你不要踩那麼大力啦 回去練一下那個腳怎麼控制 可是我覺得這也不過是 會踩獨搞... 也不是啦 大家不能這樣講 每個人都喜歡看新聞的時候 看到漂亮的主播 人家主播漂亮 你要講人家花瓶 那怎麼弄呢 對不對 那你叫菜頭哥去刀啊 還是你是被重傷的 花瓶是... 花瓶... 好像有一點喔 人家林志玲去演個戲 那個多棒的一個戲 林志玲去演 你要說人家是花瓶 能演那個戲怎麼叫花瓶呢 你怎麼沒有去演呢對不對 是啦 好 那韋汝呢 我曾經被說過 臭臉 花瓶 臭臉 對 就已經是花瓶了 還要被臭臉 是因為我之前在小戲 然後他們最後的時候至尊對決 然後我通常都要到後面拿那個 獎品的牌子嘛 然後乃哥在這邊 所以鏡頭其實會拍得到我的臉 但是我那時候都不知道 我都會這樣 然後都不笑 然後一直放空... 所以結果我網友說 我是臭臉加放空的花瓶 不是 你那個不是臭臉 是呆臉 就忘記笑 所以後來我就練就一聲 假笑的功夫 不管你表現得再好 那個網友還是會... 會批評你 所以啊 所以說你現在... 所以不用太在意 太有侵蠻去 所以所有人獨覽網友 所有人覺得網友是垃圾 真的喔 怎麼會呢 每次來上班他就... 我跟你講那些網友垃圾 我不這樣認為 我覺得網友剛剛滿熱的 對不對 是不是 第三位 小CALL 對 其實我是以為自己是花瓶 妳是...是花瓶 後來發現並不是 因為我連當花瓶的料都沒有 但是我還是有被就是網友批評過 就是說我這樣嘻嘻哈他能多久 然後還叫我去死 而且他去死是一直複製喔 去死... 對 我想說... 好猛喔 對 我想說這個人 幹嘛那麼恨我啊 但是我看了我覺得還滿好笑的 因為他可以... 因為這股面力 然後還上去網站上面來批評我 那我覺得還滿開心的 他注意到我 對 是不是有可能是我們同行裡面 同行相繼 不知道 而且他不只... 妳踩到他的線 對啊 是不是韋如上 我還好啊 我可能是我 我寫也不能寫去死啊 可是小CALL很會演戲啊 小CALL 對 小CALL很會演喜劇啊 這誇張的 對不對 沒有啦 謝謝彭彭 不用客氣 謝謝彭彭 謝謝彭哥 那蘋果姐姐 其實我出社會之後 比較少被叫花瓶 因為我通常是主持跟製作 一起做 所以在圈內人 比較少叫我花瓶 但是我在學生時代 常被以為是花瓶 學生時代 對 因為有一次 就是同學推選我 當系學會會長 那我就要去競選 就到各班級 去宣傳我的證件 結果就進去一個班級 然後宣傳我的證件之後 我真的要出去 教授就把我叫住 然後她就說 彭瑋玲 下次如果裙子 不要穿那麼短 或是臉不是長這樣 我可能會把注意力 放在妳的證件 而不是妳的大腿上 來 妳站起來 我們看一下妳的大腿 但我今天因為 很好穿啊 因為節目要求 所以我還是有穿短裙 工作的關係 如果不要求就不穿了喔 就可能正式的場合 我就會穿牛仔褲 正式的場合穿牛仔褲 對啊 就是穿褲子 把腿遮起來 為什麼要遮起來 對 她這個... 不是 她的比例好像 大腿真的很長喔 來 妳站到這邊來 是不是 什麼... 蘋果姐姐原來是這樣子啊 蘋果姐姐好辣喔 妳跟屈哥比 屈哥 好想當小朋友喔 屈哥也可以當哥哥喔 是啊 真的 我跟你講這樣子 我們觀眾可能看得 還不夠仔細 走個台幅好了 好啊 真的嗎 去... 腿好長喔 很好喔 感覺好長 OK... OK 謝謝... 不是 我有點好奇的 等一下...妳不是出專輯嗎 來 對 這要送給三位大哥 對 我好奇的就是這個 對... 好 謝謝 這是我的嘻哈專輯 嘻哈 對 其實我不是只有 跳小朋友的舞蹈 我會跳兒童嘻哈 兒童嘻哈什麼叫 預備 請 我可以教三位大哥 很簡單 因為我有穿安全褲啦 第一個很簡單叫做... 有安全褲那就先來個朝天凳 沒有 有點像 第一個動作叫 下腰拳擊王就是這樣 一... 二... 要蹲下來 三... 四... 五...六... 七... 八... 然後轉一手 來...妳教一個就好...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好麻煩 然後最好速度來一次喔 好 預備...來 三...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八... 好厲害喔 謝謝 有什麼好鼓掌的小朋友 而且我覺得有點像的... 還滿激烈的耶 文明之家戴著 尾如 出來 尾正 尾...我們尾如穿的你看 你看我 Oh my God 預備 請走 預備 請 麥快丟 不是花瓶 太正 不是... 不是 我今天特別精心打扮 因為原本主題是花瓶 然後本來想說要穿輕鬆一點 但是我覺得不行 是 因為花瓶就是要像我這樣子 美美又新的 這個是巧克力棒嘛 巧克力棒 甜甜的 正點 又修長 來 請坐 很想吃一口 來 領起我 來 你看到嗎 我們今天主題做錯了 我看看 太正了 請往前走 預備 起 你覺得為什麼不交男朋友 為什麼不交男朋友 不用念姐的機會 對 因為愛情有點失望了吧 真的喔 真的啊 那是你沒有預對的來日 對啊 小Call 不用了啦 趕出來嗎 這每個人腿好長喔 天啊 來 出來 快 那你可以倒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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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先叫我出來的 前面都是長腿耶 不是 不是 你為什麼只帶小腿出來 沒有啦 你看 有啊 有大腿跟小腿之分 看清楚一點 好 來 走一個台步給我們看 預備 起 不是 老師 你是人嗎 我今天在這影片怎麼出來 四位美女都有不同的風格 不管是不是秤職的花瓶 有自信的女生 才會越來越美喔 你們四位覺得 你們之中誰最像花瓶 我們自己評選了 對 互相同學 用指的喔 數一二三開始指對方 一二三 一二三 來 怎麼會這樣呢 證明你不是花瓶的 沒有 第一個證據拿出來 來 如果是花瓶的話 托福有可能考到五百五嗎 為了證明我不是花瓶 而且呢 我的成績很好 我還拿了我一學年的成績單 秋冬春夏 全部都是3.7 3.8 這是美國評選標準 就是4.0是A 3.7是A加 好厲害喔 所以我平均至少都有A加以上 是... 然後就會拿獎學金 華盛頓的 對 什麼學校 中華盛頓州立大學藝術學系 藝術學系 對 除了成績還有什麼 可以證明自己不是花瓶 我曾經做了一個節目 叫年代品威風 獲得廣電基金會優良節目獎 真的喔 這照片的是你嗎 是我 但是有點變形啊 內容是什麼呢 這個節目的內容 OK 因為當初來播新聞的時候 我對政治不了解 所以人家就說這個人是花瓶 根本對政治一竅不通 怎麼來播新聞 真的 我還真的是對政治不是很了解 也沒有什麼熱誠 好 於是乎呢 我就跟主管要求說 那我想要做我專長方面的 就是藝文的一個單元 所以這個單元大概15到20分鐘 那所有包括名字 年代品威風 還有他的內容 還有採訪 還有剪接 全部都自己包辦 你們三個覺得他很棒嗎 還不錯 還可以 還可以 你們剛剛不是三個都舉他是花瓶 對啊 妳先講 通常花瓶有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們講話一定要 來演示他們腦袋空空 所以我一看到他 我就覺得他講話 每次都這樣嗲聲嗲起來 蘋果很嗲啊 對 幹嘛這樣騎士娃娃音的人 小Call咧 你為什麼覺得奇溫是花瓶 因為我覺得花瓶其實都是要白白的 然後看起來就是 白花瓶 對 就是我覺得啦 變色花瓶 然後比較有氣質 然後比較就是白白的 比較柔弱 對 然後像我們 我覺得沒有到那種程度 對 所以我就覺得是 奇溫是 沒有 其實笨也是花瓶 也是花瓶的一種 對 我不是喔 我沒有說你啊 來 蘋果姐姐 我覺得因為他看起來 就很秀氣 很有氣質 妳還不一樣 我還好 我會跳嘻哈 奇溫會不會跳舞 我不要接 蠻聰明的 蠻聰明的 妳證明什麼自己不是花瓶 因為我覺得 我非常的有理財概念 所以我自己投資了一家服飾店 在哪裡 在網路上 對 沒有實體店面 但是在網路上 妳現在幾歲 現在23 我23歲的時候 而且我高中成績也很棒啊 我也是獻力的高中 獻力 是 而且我在班上的成績呢 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我畢業的時候 還拿了 妳從來沒有考過第二名以外啊 是 超厲害喔 沒錯 妳們爸只有兩個人嗎 妳是讀那種 山上的學校的 有一點點 本學年入學兩位同學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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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個事業做多久了 這個做大概一年左右 但目前還是 不要說 沒關係 沒有虧本怎麼會賺錢 對啊 小高以前剛做生意也是賠錢啊 對啊 沒有 我第一個服裝店沒有賠錢 業店啊 那錢 每天花了就沒賠錢 吃吃喝喝 還有呢 還有什麼證明呢 我還會彈鋼琴啊 真的 那我升高中之後就沒學了 會彈哪一曲 小蜜蜂 我會彈那個 小蜜蜂 學鋼琴妳怎麼會 舞音這麼不全 我也想到這個問題 而且老師以前小時候 都會叫我說 記得彈的時候要唱出 Doremi Faso 可是我就記得我那時候 唱得很準啊 後來老師就說 好啦 你不要唱了 所以他就開始只教我彈鋼琴 就叫我唱的 其實算猛的喔 要唱 什麼 他是不是花瓶 他... 對啊 對啊 就是想搬出一些 什麼學校的成績 你自己也拿著星期帶來啊 對啊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不小心帶來的 不然妳那個收視率調查表吧 對啊 有點像耶 前面兩位都算柴女 因為在校成績都很好 然後呢 第三位 我不是花瓶 因為我畫畫設計一把照 在哪裡 在這兒 雖然說我在校成績不是怎麼好 但是我至少學一技之長 來 我們看看妳畫了什麼 我的稿呢 我畫的圖啊 這圖案是妳畫的 我畫的 而且我畫了一系列 然後我把它做成衣服 而且我們還有販售過賣得很好 賣得很好 賣得很好 那現在還在賣嗎 現在沒有在賣 因為大家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學生 然後就憑著一股 就是那種創業的精神 所以我們有曾經試過就是販售 可是妳如果這麼厲害 妳應該是這系列畫完以後 再發明另外一系列啊 但是要花很多時間耶 就是還有金錢 還有我設計的名片 妳這是什麼設計 設計在哪裡啊 有啊 其實那個畫就是我設計的 還有編排啊 就是讓大家看得很舒服 就是畫一朵花而已啊 那個很難耶 畫一朵花很難嗎 真的很難 就是妳要有那種感覺 然後再上機把它做出來 然後再編排 然後再請就是印刷公司 幫我們印出來 然後整個板子都要做設計 剛剛那個T恤 那個圖案 另外三位美女 不要這樣丟啊 那很珍貴耶 你們覺得小CALL設計這個圖案怎麼樣 沒有設計感 是 而且顏色太不跳了 因為你底是灰色 你怎麼還會用黑色 跟那種粉紅粉藍色的 我就是故意不要讓它那麼跳啊 對啊 只是低調 低調啊 走低調風 而且遠遠看很像那種有沒有 然後衣服沒有洗乾淨 來 蘋果 我覺得對一個小朋友來說 其實我怕很多耶 這件T恤你們願意花多少錢買 菜市場會有那種 沒有 菜市場沒有那麼棒的設計 我買一件送一件 不願意花錢買 請問一下妳賣多少錢 七百八 這個是我們的心血結晶啊 來...看蘋果 來 我不是花瓶 因為我自己開公司 我現在... 妳開個什麼公司 花瓶公司 為什麼 不是 專門賣花瓶 我開一個專門製作 兒童節目的公司 製作公司 對 而且已經開了第八年了 OK 曾經有什麼 比較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品 有 我從出道到現在 我已經做了十五個節目 是 然後製作人其實都是我 然後四五個節目都掛掉 所以說妳也做掛了十五個節目 沒有 有些很長壽耶 像以前在友台的 有超過一千集的 親子摳摳了 妳有寫真集喔 對 這個是 所以寫真集耶 對 童話寫真 這也是針對小孩子的 對 其實呢 它雖然看起來像花瓶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是描寫六個童話故事 六個童話故事 對 但是我其實那個寫真集 有搭配這一本 就是童話百老會 對 那個公司 小朋友需要看妳穿短裙嗎 沒有啊 因為有一些族群是爸爸 爸爸要看的啦 爸爸要看的啦 不是啦 開玩笑的 其實我們是希望把童話故事的 一些片刻 希望現在的小朋友也可以了解 妳們覺得它是花瓶嗎 應該不是吧 基本上我看了那兩本寫真集 我覺得這個花瓶 有某種程度的自戀狂 沒有自戀狂的人 擺不出那種封面的姿勢 但是我有寫文字書 我有寫繪本 對 那只是一個掩蓋的手法 但是我有寫歌 我寫了很多首歌 我自己寫啊 對啊 像這個 某某花樂谷的專輯裡面 那其實從整張的專輯企畫 到裡面的歌 其實很多都是我寫的 蘋果姐姐結婚了沒 還沒啊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怎麼可能 真的 我的人生都奉獻在這裡面了 妳是不是跟導播在一起 哪有... 好 以上四位都講出 自己不是花瓶的原因了 現在再一次投票 要認為對方是花瓶的 預備 一開始就指他喔 一 二 三 指 還是 還是 請問妳 是有認真在聽啊 但是我覺得妳還是比我虛一點 成績但要不要每個人一分 但我覺得我還是比妳好 為什麼 薇如 因為我覺得我成績啊各方面 其實都還比妳優秀耶 而且妳的外表長了一副 就是花瓶的樣子 可是人家破服五百五十分耶 是 那又怎樣 妳考過破服嗎 沒有耶 那小寇妳憑什麼指人家 好吧 那... 就我覺得那是成績 現在工作又不到 也是 可是... 有啦 薇如智庸就是那個節目啊 有多醬耶 但是那是不是教英文的嘛 對啊 是教畫的啦 不一樣啊 這幅畫叫Paul Klee的作品 Paul Klee是... 保羅克力 對 我的意思是 他是何學人也 或者是他什麼背景 二十世紀的前衛藝術大師 有料 他畫作呢 有銅趣 有抽象 有具體的 這幅畫呢叫做老年將至 你看講那麼清楚 這不是混的 是... 這個厲害 這就有點哲學的感覺 哲學 是啊 你看 但是我還是覺得他是花瓶 你就是用Line的就對了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他的外表就是個花瓶 可是人家會講出哲學的語言 你只會選我... 選我也很難耶 真的 我真的還是覺得他是花瓶 那蘋果為什麼還是認為他是花瓶 因為我覺得花瓶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 尤其是跟藝術或音樂有關 他也是... 都是用背的就對了 對 然後 而且還會講出比較玄妙的話 就是說 對... 其實是講不下去是不是 對啊 就是把... 留一個伏筆給大家 給人家一點想像的空間 對 好像不是這樣子喔 就有一點點神秘感 好趕快喔 做過什麼事情 讓人家覺得 哇 你不是花瓶耶 沒有 好 有了 舉手 我跟你講 搶先舉手都是花瓶 沒有 開玩笑 沒有 開玩笑 沒有 開玩笑 好啦 你做什麼事情讓人家舉手 你不是花瓶 好厲害喔 去出外景大家可能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 接受那麼艱難的人物 旅遊節目的 對 吃很噁心的東西 譬如說 一塊發霉的豆腐 然後上面有很多的蒼蠅 妳去吃那個幹什麼 可是為了節目效果 大家想知道說 吃起來的味道是怎麼樣 你就趕快把那個發霉的豆腐 塞到嘴巴裡頭搖一搖 對啊 所以我深按那個 外景導演的心啊 好啊 我就跟你拚了嘛 你要我吃我就吃啊 可是維吾也出外景的啊 對啊 我也常說 你看我膚色曬成這樣子 我怎麼會想不到 我以為你吃了什麼東西 我吃過那個很難吃的 生的櫻花蝦 沒有煮過的 那很難吃嗎 那是很新嗎 還是怎麼樣 那個很新耶 是啊 我不敢吃那很新的東西 很新的 你是在跟人家聊天的 那個很新耶 不是啊 妳是因為妳不吃生的 我不吃生的 所以對那種要吃海鮮類 然後是生的東西 我都很有恐懼 那妳這個塑料 因為有些人像我們喜歡吃生海鮮 那是美味啊 那它這個 就算你再愛吃豆腐 但是發霉的 有蒼蠅的還是照不住 但是我有曾經出外景啊 疊那個啤酒香有沒有 疊到十二層樓高了 不是十二層樓 十二個吧 就疊十二個啤酒香 十二層樓高 這樣子還是不能證明 不是花瓶 可是那個真的很恐怖耶 我上次疊 對 而且我是自己疊上去喔 你疊十二個喔 對 而且花瓶的就是沒有體力 但是我就是非常健壯 非常有體力 那就是有體力的花瓶啊 外景我也有啊 妳什麼 選我... 我去鬼屋 鬼屋 懂沒有是不是 要膽子很大耶 不是 我是主持外景節目 看到那個有影子 選我... 不是 我是主持外景節目 然後我們要去鬼屋 然後就是要去探險 給大家看 然後還要把手靠在那邊 靠在哪裡啊 靠在那個空...就是空屋啊 裡面如果有命案的話 然後我們要就是試給 就是大家看啊 然後你看那種心理壓力多大呀 要膽子很大耶 每天都在拜佛耶 妳這個完全 我們只認為說是 妳經紀人沒有人性而已 不是這樣子長 是花瓶的行為啊 妳有沒有再舉個例子啊 有 我還會去進修 進修女中 就是我也要證明自己不是花瓶 然後我還去藝術學校 然後學戲劇的東西 妳學到什麼 就是學到就是... 也是 選我真的很難 真的要想很多 我每天在家裡都在想耶 而且我還看很多片子 然後要做出... 有哪一部片子裡面有選我選我 不是 你要截取啊 譬如說就是 如果說你每次都這樣選我選我很無聊 那有時候要登台嗎 選我... 選我... 有沒有 就要做效果啊 或者就是跳一些舞步 然後選我這樣子 來 蘋果 聽了齊薇的故事之後 我覺得它不像花瓶 對 我都會有禮百觀 我也覺得妳不是耶 我真的不是 劍風轉舵耶 我真的不是 因為我是那種事情來了 我會像男生一樣一肩扛起 很堅強的 對 比方說有一次我剛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才... 不是 我跟妳講 我現在演事情 你來一肩扛起 就是你這樣子啦 像我剛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還滿受小朋友歡迎 可是我們其實很可憐 都沒助理 然後有一天公司就發... 電視台就發了一個通報 叫我還有香蕉哥哥 還有兩個人到故宮博物院去表演 然後就都沒人帶我們 就丟了一台工程車 就是攝影班開的那種工程車給我們 然後就說 你們就從那邊 然後當場大家一看了之後 就傻眼 因為那台車是手排車 然後都沒有人會開手排車 然後我就只好跳出來 眼看那個通告時間要到了 我就說好吧 那我來開好了 然後結果就... 我已經畫好整個蘋果姐姐的裝扮了 而且那個工程車 常常被攝影大哥撞得稀巴爛 旁邊還寫了東森電視 就非常顯目 而且凹凹凸凸的 玻璃還是透明的 然後就看到我穿著短裙 然後做蘋果姐姐的裝扮 然後一路開著打擋車 腳還要很開 因為折角要抬低和氣 然後就開車打擋 而且很難打 我就這樣很用力 打擋然後開車 可是眼看了就快到故宮了 聽紅綠燈的時候 就很多爸爸媽媽騎摩托車 載小朋友 後來看我的表演 然後結果就停車的時候 我就停在那裡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子 然後結果呢 那個媽媽就回頭看 透明玻璃 只關了一半 我就說那蘋果姐姐 那蘋果姐姐 我就看著我腳很開 就開大檔車 所以她這個超慢的腳 蘋果姐姐 蘋果姐姐還包工程啊 剛從工地回來就對了 對啊 差不多是那個感覺 可是我還是很親切的 跟她們打招呼 那打招呼是不是這樣 還捏一捏肌肉 刻苦耐勞 沒有啦 任勞任怨 對啊 那個齊薇有主持節目 對不對 你主持什麼 吃了爛豆腐 老哥節目是不是 對 老哥 老哥是叫我們曲哥吧 來唱兩個 曲哥來一個 不是我唱啦 就是訪問老歌星 好 那你今天她是老歌星 你訪問她還是誰 來 看老歌星要怎麼訪問 來 預備 來 你要從裡面出來 你從裡面出來 你要介紹出來 老歌星 曲中恆 曲哥 我們歡迎 今天特別來賓 老曲 講好不好 老曲什麼 什麼東西啊 今天的陳鳳歲月節目裡頭 要帶你一塊來回味 每一首老歌 他背後的故事 還有歌曲背後的一些點點滴滴 今天為你請到的是 是三零年代超級紅的一位巨星 他的綽號叫 我們歡迎老曲 老曲哥你好 你好 老曲哥 老曲哥保養得很不錯耶 是 謝謝你 那今天就是真的很榮幸 邀請你來上我們的節目 我也很榮幸來到這個節目 真的 不過很多人可能對三零年代 哇 好遙遠喔 對 可能 等一下 你現在是靈異節目嘛 對 沒想到我現在自己也還活著 還沒高興 三零年代 不要那麼老 六年九耶 五零年代或六零年代 六零年代 好 那就讓你回到五零年代 是 對 那聊一聊 就是因為那個年代 很多人對於大家怎麼樣生活 還有聽什麼樣的歌曲 其實不是很了解 是... 那就請老曲哥幫我們講一下 你講得好像辣椒醬 老曲哥辣椒醬 那個四川有個老乾媽辣椒醬 老曲哥辣椒醬 好 曲哥就是大家聽起來 觀眾也覺得很親切 可以看到現場笑聲不斷 摧影大哥也都回味到那個時代 非常搞笑的您 對 所以聊一聊就是五零年代 哪些代表性的歌曲 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翻譯下去了 沒有 翻譯下去了 厲害耶 厲害的 我覺得他也很厲害 沒想到我也還活著 三年代 不是 你剛剛一講三年代 我想衝去 一關總來了 三年代的老歌星出現 害妥中工差點搬出棺材了 不管怎麼說啊 是不是花名光說不戀 馬上就要來進行 生活嘗試大考驗 誰會是這半杯水的花瓶呢 第一題 你不用照那個順序 你可以在裡面選 好... 但是第一個我覺得還不錯 可以 國內電話123的服務項目是什麼 A 對 選擇題啊 選擇題 選擇題... 123號 A 障礙台 B 查號台 C 氣象台 D 暴時台 5 4 3 2 1 來 有這個 這號碼嗎 不是 我們是A B C 你們寫1 2的感覺 蛤 所以B C嗎 對啊 你剛剛唸1啊 我說A障礙台 所以哥們... 這根本不用比啦 可以證明 到底誰是花瓶啊 你們有寫號碼呢 好 來 A A B A 答案是 A 障礙台 查號台你不知道幾號 104啊 對齁 用刪去法就知道了嘛 因為我2跟... 就是那個C跟D我知道 就是不是這幾個數字 C是什麼 氣象台幾號 117之類的 氣象台 對啊 117是BOSS之台 對啊 差不多 來 第二題 中國四大發明物 是指什麼 哪四大 哪四個 這是問答題了 問答題啊 5 4 3 2 5 中國 1 中國 這個可以 這比較多一點 我們讓他們多寫一下 好不好 好 好了沒 來 來 我們首先請我們第一位 林祈威 紙 末 印刷術地震 地震椅 地震椅是什麼東西 測地震的啊 測地震的啊 它有個球 然後地震 不是啦 不是啦 地震來還測到地啊 不是啦 我測到什麼叫地震椅啊 它就是有各個方位嘛 然後它有個青蛙這樣 然後那個方位翻地 它就... 就掉一個球在它吃 有小味耶 平衡的就對了啦 有小味 我跟你講過 很努力不是花瓶 紫末 印刷術地震椅 OK 來 第二位 火藥指南針 毛筆 果小腳 對... 因為果小腳也是 中國特有特色啊 你剛剛就寫 對... 連國都沒有 來 小Call 來 小Call你亂寫 紙 火藥... 金幣 人 中國發明人 對 人很多啊 金幣是... 金幣是親世話啊 金幣 誰跟你講金幣是秦始皇發明的 他是統一貨幣 他哪有發明金幣啊 差不多 記得 來 我們看看什麼 因為我那個歷史還滿長的 火藥指筆火 火藥指筆火是中文發明的 不是那個... 原始人不是專木群火嗎 我是說什麼 周口店的北京人士 我跟你講 我現在把標準答案念出來 你們自己覺得看對了幾個 好 指南針 有 印刷術 火藥 有啊 OK 最後一個 有啊 沒有 四個 四個完全答對的都沒有 他對兩個 指跟印刷術 對兩個 火藥指南針 對一個 指跟火藥 火藥跟指 OK 好 都是兩個 都錯 都不算對啦 這很難耶 對啊 請問 在中國 古稱水鄉澤國 指的是哪一個省 水鄉澤國啊 是哪裡 5 4 3 2 1 好 來 浙江 江蘇 湖南 湘 湘就是湖南 湖南 我跟你講 果然我跟你講 這個厲害 成績好就是不一樣 真的喔 謝謝 江蘇 我跟你們講 我大學考只考 我地理考頂標耶 你不要生氣... 厲害... 花甲之年 是指幾歲 5 花甲 3 2 1 好了嗎 花甲之年 OK 來 太棒了 60 70 2 8 70 60 28 所以是花甲 是嗎 花樣年華 答案是 60 妳是把它記成28年華了對不對 不是耶 因為它有花 因為老師以前有教我們記方 有甲就是60 但是我看到有花 有花就是28 沒有有花要加10 有花為什麼是28 因為就是 是說的 多一台 多一台 你還好嗎 多一台耶 什麼多一台 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 叫什麼名字 5 4 3 7 2 1 咕嚕 咕嚕 不會 它叫哈利波特魔法學院 太常了 所以沒有寫 哈利波特魔法學院 對 你叫咕嚕 咕嚕魔法學院 咕嚕 你呢 魔術神 來 蘋果 是不是叫葛林斯潘 葛林斯潘 葛林斯潘 是誰啊 葛林斯潘他是一個經濟學家吧 對 葛林斯潘 不是那個 哈利波特在葛林斯什麼的 那一個班 對... 對 有一個葛林斯什麼的 這個是美國一個經濟學家 真的 答案是 霍格華之魔法學校 對 等一下吧 太難 不要問你們一個簡單的 真的 來 請教一個歷史的問題 好 請問在中國 哪一位古人 古人 不願為五斗米折腰 7 4 3 2 1 杜甫 黃淵明 走過來 蘇東坡 蘇東坡 我沒有在問東坡肉好不好 沒有 杜甫 為什麼你們會認為是杜甫 杜甫他有不為五斗米折腰嗎 就聽起來這個名字好像不會為五斗米折腰 所以你覺得他很性格 對 是不是 對 他有自己的個性 他怎麼不寫李伯 李伯 李伯 他可能覺得李伯比較文人 沒有 李伯太愛搬了 太愛搬 就講古人突然只想要杜甫這個名字 因為李伯是四川人嘛 是 我搬得厲害 我去過他的家鄉 是 正確答案 陶淵明 對 因為他有寫過一首肉侍名對不對 對 但是我跟你講那個陶淵明的名 是明天的名 然後我剛剛寫對了 他本來寫對 你好想說怪怪的啊 怎麼可能被我們取明天的名字 所以是這個叫做Gal Gal 好 問一題喔 這有關這個台灣的喔 芋頭酥是哪裡的名產 五 五 四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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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芋頭酥嗎 當然有啊 來 好 預備 Gay先喔 假鮮嗎 假鮮 假鮮香 因為他的芋頭很有名 是... 你不能說芋頭就寫南投喔 花蓮 對啊 花蓮是麻糬吧 也有芋頭酥啊 都買得到 九分偶遺嘛 對啊 有一個阿嬤偶遺 應該是用芋頭做的 但是我們是芋頭酥耶 答案是 大甲 差一個字耶 差一個字差很多 好 大甲靠海 你那個靠山好不好 目前呢 怎麼會是大甲呢 到目前為止七題 七題 尾爐是最高分 是... 所以我跟你講 到國外念書 還有什麼用的 考我一些國外的嘛 好啦 我考一題喔 跟你們美女有關的 有好不好 衝冠一怒魏紅顏 當中指的紅顏是誰 五 四 歷史 三 二 一 給你們一個提示 跟山海關有關 山海關 太明顯了 山海關 你說太明顯 誰啊 誰是太明顯 山海關 貂蟬 慈禧 慈禧太后 貴圓圓 貴圓圓 陳圓圓 那個寫貴圓圓的 站起來 站起來 你跟觀眾解釋一下 貴圓圓是誰 我記得有圓喔 然後又記得有... 我知道 小柯的意思是 吳三櫃為了陳圓圓 對 所以就變貴圓圓 我就覺得 就有這兩個字啊 就把他們嫌抗力 一起融合起來就對了 對啊 有啊... 貴圓圓 坐下 亂來 玩慈禧什麼事啊 荔枝汁耶 對 你剛剛說山海關 就青草啊 荔枝汁 想說青草有女的 就只有慈禧啊 什麼青草有女的 就只有慈禧 就只有慈禧 OK 好啦 正確答案 我只是逛夫姓啊 可是你那個圓錯了 圓好 是他那個圓 對 是貴圓的圓 對啊 我就記得 鬼圓的圓 加起來兩個得一分 好 好 這一題 可能蘋果姐姐 非常的有優勢 好 我問一下 請問 在台灣的台北市 木柵動物園裡面 有兩隻 牠們的名字叫什麼 五 五 四 好難喔 三 二 一 其中一個跟... 其中一隻 什麼啊 什麼東西啊 好 OK... 請看 傳眼圓... 還沒來耶 不是五味熊啊 什麼 不是五味熊 不是貓熊啊 不是那種的小字 好奇怪喔 五味熊 好 那台灣黑熊叫什麼名字 夏娃派崔克 Patrick 有沒有 很像對不對 Patrick啊 對 Patrick 是誰啊 不是 是誰啊 你是把自己朋友 寫出來的 沒有 不是 剛才曲哥說 我... 最後一個幹嘛 查理羅拉 誰啊 查理羅拉 你想一個童書啊 對啊 真想起一部卡通 有查理跟羅拉 那是羅拉 還是我有朋友的太太 叫羅拉 那先生是查理 真正是誰 你知道嗎 觀眾講 為什麼 男的叫哈雷 對 摩托車 女的叫派崔克 那夏娃是誰 派崔克 夏娃問你啊 夏娃是誰 好不好 好 現在剩最後一題 天將降大任於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是什麼人說的 五... 四... 三... 二... 一... 來 余宥任 余宥任 余宥任是誰 余宥任 余宥任以前是童像 大鬍子啊 對... 有沒有 余宥任 東亥南路跟那個人說 他是一個童像 他是一個名人 對... 他一個童像大鬍子啊 對 以前有一個名人 民國初年的時候 國大佬就對了 好 韓裕 對 應該是 國文八大家之類的人說的 所以你也是韓裕 很好 國父 國父是 但是感覺那一句話 就是他會說出口啊 文人啊 對啊 國父是文人嘛 蔣公 關鍵是蔣公還是孔子 蔣公講得不對 蔣公跟孔子 差幾千年耶 就是感覺是一個 年紀大一點的長者 差一點 蔣公講得什麼話 蔣公啊 這個是不是什麼意義 革命尚未成功 不是... 以國家興亡為極任 這個人死生於度外 對 生命的意義 對... 再創造宇宙即其之生命 這是蔣公講話 生活的樂趣 樂趣 好啦...答案是孟子 孟子 生活要嘗試大會考 成績出爐 韋如得到三分 蘋果姐姐也是三分 意外落滿了林祺薇 拿到兩分 而小CALL沒有辜負大家期望 得到零分啊 今天到底誰是花瓶呢 我們大家一起指他 好 一 二 三 有沒有什麼心得要講 其實我覺得當花瓶還滿OK的 今天謝謝各位參加廣播 謝謝 謝謝